他戴著濃濃的上海口音 很容易聽就是一個外甥 因為他的兒子 外選第二代顧力雄挺綠 上海老媽氣到離家 每次的選舉都引起一次的交戰 他又喜歡看這個口音節目 他一看他就 我要是不在家就還好 一在家我又喜歡評論一下 嘴巴 金管會主委顧力雄今年59歲 他是江蘇南通人 標準的外省家庭第二代 他在念台大法律系時 聽了民進黨大佬黃信介演講後 啟蒙思想力挺民進黨至今 這下立場深藍的媽媽可氣炸了 上演一波又一波的家庭抗爭 顧力雄回憶起1994年 那場台北市長選舉 母子衝突緊繃到最高點 趙燒康龐大洲跟阿扁的那一次的台北市長 其實是最激情的那一次 那我老媽當然是支持趙燒康啊 那這個就會容易引起我跟他的畸變 那一次他好像離家出走嘛 跑回基隆去跑到朋友家啊 他過得很愜意啊 他在打麻將啊 哈哈哈哈哈哈 罵來罵氣 罵來罵氣 你罵來罵氣 哈哈哈哈 你罵我我罵你的什麼好 後來我老婆出面了 我們我們面子擺不下 我們怎麼可以自己認錯呢對不對 我們堅持我們自己的 這個這個 辯論中發揚的理念 再怎麼衝突 顧力雄始終是媽媽最疼愛的小兒子 雙方旗艦逐漸的在這個 因為親情的籠罩之下 磨走程度的米瓶這樣 哈哈哈哈 顧力雄說 多年來和媽媽互動 彼此都能理解和包容對方 而這也正是台灣歷史發展的縮影 也正是台灣歷史發展的